中意通过制阳光的方法,运用桂枝汤,可以成为调百病的祖房桂枝汤帮,桂枝四两,少药三两,甘草酒两两,生姜三两,大草十二没有,六五味,夹嘴,以水性生,微火煮取三生,去子,是汗温,浮一生,浮以虚鱼,饮热西粥一生鱼,以助热粒,温腹,另一时许,便身为似有汉者一家,不可,另如水游泥, 并避不除,若一复汗出并差,请后福,不必尽记,若不汗,复福,依前法,又不汗,后福小处其间,半日许令三复进,若并重折,一日一夜复,周时观之,福一记尽,并生犹再折,复作福,若汗不出,仍福至二,三记,寄生乐,年华,肉面,五心,酒浪,臭恶等物, 读方笔记之一,贵汁汤外伤寒论之首方,也是伤寒论乐数篇幅最多的方,弄清它的原理极加减变化,就等于弄懂了半部伤寒论,弄懂贵汁汤,等于弄懂了半部伤寒论,读方笔记之二,贵汁汤在伤寒论里,似乎只是太阳中风的药法, 只能用于解表,其实不然,贵汁汤家浅不仅能够致外感病,传亚病,也能够致内伤杂病,不仅能够致急性病,也能够致慢性病,所以后人称第一方,条理阴压之圣法, 读方笔记之三,火神派叫门鲁虫汉及其祖辈,把贵汁汤家浅进行总结为贵汁法,而成为火神派笑傲江湖之绝技,所谓贵汁法,就是贵汁汤家浅的方法,弄清它的加浅变化的原理,可以其为名义了,读方笔记之四,在世纪应用中,用贵汁汤家浅的确能很多疾病,趁之为贵汁汤家浅致外病实在不为过, 读方笔记之五,中一致药就在于阴阳平衡,气血畅通八字,贵汁汤就充分体现这八个字,清干化阳,贵汁,生姜是新温的,干草,大枣是干的,贵汁,生姜配干草,大枣,就能够化阳,补充人体的阳气,苦干化阴,烧药是苦的,干草,大枣是干的,烧药与干草,大枣结合, 就能化阴,补充人体的阴气,阴阳结合,就能做到阴阳协调,阴阳平衡,阴阳平衡,此能继续畅通,更何况贵汁,少药,生姜等均有通的作用,干草,大枣就能补气补血,故贵汁当意是促进气血畅通之要法,读方笔记之列, 人们常以为促进气血畅通,就是痴,其实阴阳平衡才是气血畅通的根本,如加入一些痴的药,就能做到在调理阴阳平衡的基础上,活血通淤,如贵汁汤加桃仁,红花,或黄奇贵汁五汤和,赌阳环五汤,读方笔记之七,贵汁汤是调理阴阳平衡的顺法, 以气味基础进行加减变化,当真妖妙无穷,以贵汁汤为基础,再加一些补气的药,就能针对气血的人,涂出补气,来进行阴阳调理,如黄奇贵汁五汤,黄奇贱中汤,再加进一些补血的药,就能在调理阴阳平衡的基础上,做到气血双补,中规奇贱中汤,或贵汁汤和八针汤等,加入一些去的药, 就能做到在调理阴阳平衡的基础上,活血通淤,如贵汁汤加桃仁,红花,或黄奇贵汁五汤和不洋黄五汤,贵汁加父子汤呢,针对汉证来调理阴阳平衡,贵汁加大黄汤能针对大师证来调理阴阳平衡,贵汁汤和小柴胡汤,名为贵汁菜胡汤,能针对小柴胡证,来促进气机畅通,最终达到阴阳平衡, 贵汁汤和李中汤则由贵妇李中丸之意,一条理太阴病类主要对象,和贵汁汤来促进阴阳平衡,诸如此类,不胜略取,毒方笔记之八,贵汁汤加剑能治外病,但并不是所有的病,都能用贵汁汤来治,必须有贵汁汤症,才能用贵汁汤加剑,贵汁汤的主症主要有二, 第一是表症,如太阳中风,就可用贵汁汤加剑,二是寒症,贵汁是新闻之药,用其治热症显然是错误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感谢观看